来,我们今天在布鲁克林的 Berryge海边公园来看一看 你看看这个路是在 Bay 28 Street和Cropsey 看看周围环境 这是Berryge海边公园 看看周围环境 现在是春天了 在这里来春游一下 这公园也是重新装修了一下 修得好漂亮,我们来看一看 好多人在这休闲 这凳子都是新设计新修的 纽约政府现在为了改造 纽约的环境 好多公园都重新设计重新新修了 这个也是其中之一 这是布鲁克林的那个Berryge 的一个公园 看好漂亮 这是它设计的那个方腾 它所有的公园里边都有方腾 看看周围环境 那是中心点 这是很多人在这休闲 也有美国的旗子 来我们稍微看一下 好多人在这里来春游烧烤 把自己东西带到这来派对一点 多好 看没有 他们搞派对的公园里边 就用它的这些桌子 真的是很好 看看周围环境 好漂亮 那边是儿童乐园 儿童乐园 好的草坪 这个草坪上就是好多小孩 他们可以在那玩球 踢足球都可以 我们开派对 一个碟 那边是球场 我们去看看 球场 篮球场 还有这个 好漂亮 很多人在那晒太阳休闲 享受生活 这几个篮球场 篮球场和鼻球 好多人在公园里边 全家 家庭有 好多人在公园里边 来看看这边 这边是篮球场 好几个篮球场 这小孩在这 还有笔球啊这些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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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出来晒太阳 享受生活 然后旁边 接着就是高速 海边高速 再过去就是海边了 我们去海边再去看看 大草坪 就可以踢足球 玩排球 各种各样的球类都可以 晒太阳 享受生活 太好了 来我们从这个大草坪这里过来 然后这边是一个 哇好的人这儿晒太阳 这边是一个儿童游乐场 我们去看看 这个是全家游乐的好地方 这边带着家庭小孩 然后老小都适合 老人 小孩子 看这里 大草坪 这边住了好多俄罗斯人啊 他们说那个俄语 这是个儿童游乐场 哇 这也是新修的 看看这周围环境 美国的公园里边一个好处就是到处都有这个方腾啊 你不用带水哈 就可以在这直接喝就行了啊 哇 这修了好几个这个儿童游乐点 这是个最大的 嗯 看这旁边还有一点 还有一个 这还有一个小广场哈 看这是小孩那个游乐夏天这个玩水的地方 你看 他都可以撒水的哈 夏天 夏天来到这里可以玩水 嗯 这旁边还有一个 这都是最近新修的哈 修得很好 你看 绘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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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年龄儿童的这个都满足了哈 你看 小一点的可以玩这些 然后大一点的可以在那边玩 嗯 所以他这个修得很好哈 这都是刚刚修好完善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来我们来看这里 嗯 嗯 嗯 然后这边是小一点的孩子玩的哈 所以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政府的这个 呃 这个 艾名工程哈 可以说是嗯 嗯 汇名工程哈 以前没有的哈 就是最近因为刚刚修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嗯 嗯 他见了好多就是 适合这些孩子玩的新的这些项目哈 海边大小孩子都有 来我们这儿在外面了哈 刚才看到了哈 这是他的一个儿童乐园哈 也都是新修的哈 嗯 这公园就是说 他重新规划了一下哈 修了新加了好多这些儿童的这个 这个游乐的项目哈 修得蛮好 这也是一个政府工程嘛 嗯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这是贝瑞吉哈 靠海边的一个公园哈 我们来看看 然后这儿紧挨的就是海边了 哈 我们到海边去看看 来看这里 这是贝瑞吉哈海边的公园的这个入口 哈 这里是个入口哈 刚刚我们在里边去看了哈 然后这里是个出口了哈 这是出口了 然后我们看这 这就是可以到海边了哈 这一条高速可以到贝尔特帕贵 好 贝尔特帕贵 然后这是贝帕贵 这是贝帕贵 嗯 所以我们看一看 贝帕贵 看看这是贝帕贵哈 贝帕贵 然后这是他旁边的公园 然后这条路就到高速了哈 上这个贝尔特看没有 贝尔特帕贵到高速哈 然后上面的高速看没有 然后左边是到那个甘乃吉机场嘛 你不要特贵 你不要特贵 然后正对面就是海边的哈 我们现在海边去看一看啊